魔鬼终结者2 审判日是一部极富知名度的经典科幻动作电影 也是该系列的巅峰制作 这部电影延续了前作《魔鬼终结者》的剧情 讲述了一名机器人杀手T-800 和一名年轻女孩Sailor Connor 如何与未来的机器人入星作战的故事 故事背景设置在未来的世界 当时由联工智能Sky Knight 掌控的机器人军团正在对人类进行残酷的灭绝战争 T-800被未来的反抗军派遣回现在 来保护Sailor Connor和他的儿子张Conner 以防止Sky Knight的建立 这部电影以其惊人的特效 动感的动作场面和精湛的演技而闻名 该片的视觉效果在当时是极为先进和引人注目的 他的动作场面和激烈的枪战也让观众目不转睛 该片中的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 包括阿诺德、斯瓦辛格、林达和米尔顿和爱德华贝尔龙等明星 除了动作场面和特效外 这部电影也注重于故事的人性探索 角色的心理转变和成长是电影的一个重要部分 尤其是Sailor Connor从一名无知 无助的年轻女孩到一位强大 独立的战士的转变 以及剃到800从一个无情的杀手 变成一个拥有情感的机器人的转变 都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的来说《魔鬼终结者2》 审判日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科幻动作片 他的剧情、演员和特效都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部电影也为该系列的后续作品奠定了基础 成为了现代科幻动作电影的经典之一 这部电影也为了现代科幻动作片